孩子你高兴吗 我们今天去买文具 你下周就上小学了 嗯 对 看 4D stationery就在前面 我们赶紧去买文具 能否还是要买衣服呢 好的 哇 哇 哈哈 东西多吧 妈妈我把整个店买下来行吗 可可不行我和你爸爸可没有这么多钱 欢迎光明买到4D stationery 我们卖各种各样大大小小 五颜六色 奔赴多彩的文具 让孩子们高高兴兴的买他们想要的东西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笔 笔本不再有签笔 还有四种不同颜色的圆珠笔 妈妈我们可以买一只吗 可以啊 你看就想要啊 你帮我看看我们的笔记本 这个对学习有帮助 真的吗 Gavin 别听他的话 学习是要靠自己的客户来进一步的 我来看一看 你不是对熊的生活有兴趣吗 这个本子上有你最喜欢的熊哦 哦 可是我已经长大了 不喜欢这么幼稚的东西在我手上 小屁孩我知道你喜欢熊大的 很久小孩都喜欢这个 所以是梅送鱼 还有 你是熊的铅笔盒呢 我不要 同学都会嘲笑我 那我们去找你喜欢的文具吧 哇 妈妈能不能买这个笔 好恶心啊 不能 好想你 好吃 唉 这些呢 还是 Gavin 你觉得这个好吗 还是 唉 我们继续走吧 等一下 我的银行卡找不到了 等我一下 我去找一下 你妈妈 拜拜 阿姨我要买这些文具 好可爱 你妈妈在哪啊 她去上厕所 所以我帮她买 行吗 我叫你帮你扫一些 行吗 OK 这就扫完了 还有一些吗 不要忘了 我的大便笔啊 哦对 要抱歉 你现在都扫了吗 所以一个五十块钱 用什么付钱 你很好 好吧 Gavin我找不到 魏佳文你在干什么 我在买东西 请问 那个银行卡是谁的 阿姨说他会叫我不用 喂 你小子还会骗人 因为说你自己偷的 怎么赖在我身上 快孩子 今天不给你吃点心了 你看我们吃的时候 自己好好想想你今天犯的错误 哦哦哦唷 喂老板 你们可不可以出去炒我 还要做生意 闭嘴 你没事吧 宝贝 你是个好孩子 只是要记得 以后不能骗人了 知道吗 我保证 我再也不会欺骗你了 那是我的好孩子 那我们出发去买衣服吧 喂 喂你 还没付钱呢